龙女王怎么也没想到 身为人龙大战中胜利者的她 却在自家龙宝被一个接下囚的人类屠龙者夺走了清白 由于龙族向来都遵循单配偶的规则 自此银龙女王失去了寻找同类配偶的可能 更让她接受不了的是 她竟然有了人类的龙宝宝 想到这 银龙女王就恨得牙痒痒 可恶的来啊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同样的男人也很猛逼 不是说人和龙是无法孕育出后代的吗 现在她却有了一个龙宝宝 这让她最强屠龙勇士的脸面王哪哥呀 原来在这个神创大陆上有着两个超强的种族 他们分别是龙族与人类 龙族虽然数量稀少 但哥哥都精通上古魔法 而作为他们最大敌人的人类 虽然没有龙族那么恐怖的单体实力 但架不住数量多 在人类屠龙者的带领下 人类与龙族展开了漫长的人龙大战 而在旷日的战争中 双方没有交涉 没有妥协 更没有慈悲 有的只是人与龙的遍地事故 人类屠龙的实力应该是五五开的 可那一战莱昂却遭到了人类战友的背叛 直接被银龙女王抓到龙堡地牢 沦为了龙族的阶下球 此刻洛斯威瑟迈着胜利者的步伐来到监狱 他要好好嘲讽一下这所谓的人类最强屠龙者 看着伤痕累累的男人 洛斯威瑟轻蔑一笑 这不是我们伟大的屠龙英雄吗 沦为我们龙族阶下球的感觉如何 男人冰冷的眼神中看不出丝毫感情 洛斯威瑟你杀了我吧 现在若是不杀我的话 日后我必杀穿你们整个龙族 银龙女王却用看傻子般的目光看他 你还以为自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屠龙英雄吗 认清现实吧 你现在只是个不自量力 蝼蚁一般的失败者罢了 想要我给你一个痛快 但我偏偏不让你如意 说着洛斯威瑟一把掐住莱昂的下巴 用探究的目光开始打量了起来 还别说你确实是个帅气刚毅的男人 若是脸上能在天几处伤疤就更完美了 下一秒洛斯威瑟的手指轻轻一刮 在莱昂的脸上又增添了一道细微的伤口 莱昂吃痛冷哼了一声 洛斯威瑟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屈服吗 你在做梦 银龙女王看了看指尖上沾染的血迹 她并未急着擦掉 反而是贪婪的舔尸了起来 接着她十分满足地靠近男人 莱昂 即使强大如你也会被小人陷害 现在我给你一个复仇加活命的机会 只要你肯投靠我们银龙族 我就帮你杀光那群叛徒 并给你留在我身边伺候我的机会 文言的莱昂露出了轻烈的眼神 怎么滴 是你们龙族的男人不行是吗 还妄想要我伺候你个半人半龙的丑八怪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从未受过这等羞辱的洛斯威瑟当即大怒 呛的一声 她一记龙尾就重重地打在了莱昂的身上 后者当场就到飞了出去 直至将墙体砸出一个大坑才停下 就你个臭戏狗还敢嘲讽老娘丑 你真以为老娘稀罕你吗 洛斯威瑟一脚踩在莱昂的胸膛上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在地牢中慢慢被我折磨死去 二是臣服于我当我的奴隶 要是我心情好 或许还能给你拥有此次的机会 说话间 洛斯威瑟用龙尾死死缠住了莱昂的脖子 只要他敢说一个不字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掐死他 随着尾巴的不断收紧 强烈的窒息感让莱昂差点晕死过去 可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屈服 他咬着牙尖难开口 洛斯威瑟 从刚才开始你就犯了两个错误 文言的银龙女王一乐 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你不应该跟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最强屠龙者独处 第二你更不该去品尝我莱昂的血 话音刚落莱昂猛地抬起头 同时在他双瞳中出现血红色的魔法印记 血之咒发动 紧接着洛斯威瑟的眼中也出现了相同的魔法印记 洛斯威瑟连忙向后退了几步 此刻的他只感觉身体燥热 意识也渐渐模糊 随后便是一股强烈的无力感席卷全身 身体发软的洛斯威瑟再也支撑不住瘫坐在了地上 为什么我的身体会不受控制 还有这怪异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 莱昂缓缓地走到洛斯威瑟身前 女王陛下这就是你小看人类的代价 很快你就会体验到我给你带来的极致痛苦 逢经以后你的一生都会活在由灵魂带来的痛苦之中 怎料银龙女王忽然发疯了一样 迅速起身后对着莱昂就扑了上去 并顺时将对方给避冻在墙上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 随后在莱昂震惊的目光中 洛斯威瑟拖起他的脸就直接吻了上去 莱昂本想挣脱 却发现这受伤的身躯根本就无力对抗银龙女王 就这样一人一龙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等洛斯威瑟醒来后就发现自己不干净了 抱着最后的一丝侥幸 他转头恶狠狠地看着莱昂 你这混蛋对我做了什么 相较于银龙女王的愤怒 莱昂则显得淡定多了 他开口解释 我对你施展的是一生只能使用一次的禁术血之咒 本意是用我的血液让我们的灵魂产生链接 这样一来等我死后 诅咒就会让你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见这家伙还在狡辩 银龙女王立刻破口大骂 你胡说 按你所言这咒术应该在你死后才能生效 那你昨晚对我做的事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只是个意外 我没想到血之咒的副作用是让你 不等他将后面两字说出来 银龙女王就一脸羞涩地开口打断了他 你给我闭嘴死渣男 看到银龙女王吃饼 莱昂心情大好 他打去道 这禁咒的效果虽然出乎了我的意料 但从结果来看还是很让人满意的 据我所知你们龙族是遵循单配偶规则的吧 女王陛下现在的您已经失去了寻觅同类配偶的机会 若我也死去的话 你恐怕就没办法留下后代了 看着莱昂那得意又嚣张的笑容 洛斯威瑟是又羞又气 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莱昂 这时莱昂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嘲讽的话 对了女王陛下 我记得你之前好像嘲讽过我要后继无人了 而现在你貌似也要和我一样后继无龙了呢 混蛋我要杀了你 洛斯威瑟愤怒地伸出龙爪朝莱昂的方向攻去 见状的莱昂却是自嘲一笑 想杀我还需要女王陛下亲自动手吗 就我这副残破的躯体很快就会死去 而你银龙女王将会作为我一致的延续 带着我无尽的恨意就那么痛苦地活下去 这是我身为人类对你的诅咒 文言的银龙女王停下了攻击 现在的他无比纠结 不杀这家伙难消心头之恨 杀了他今后就解不了那什么血之状 他可不想做一条单身龙今后再无子嗣 想到这 洛斯威瑟气愤地踢了几脚陷入昏迷的莱昂 卑鄙的家伙占完我的便宜就想溜 哪有这么好的事 随后他将银龙族用来治愈的法宝丢给了莱昂 臭男人你休想一死了之 我一定要让你体验到什么叫生不如死 认为屠龙者的莱昂怎么也没想到 银龙女王为了报复自己在地牢里对他下咒 竟会趁他昏迷之际直接给他生了个龙宝宝 看着眼前的小女孩不停地喊自己爸爸 莱昂当场实话了 屠龙少年中成龙霸 这么狗血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原来就在洛斯威瑟出手 救下冰死的莱昂后 莱昂便在龙宝中沉睡了两年半 在睡梦中他回忆起了自己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他五岁时为救灵家小妹杀死了一头魔狼 因此被屠龙大师选中收为弟子 而在他十四岁时就以史上最高评分从屠龙学院毕业 十五岁时踏上人龙战场 第一次战斗就杀死了数十条恶龙 自那以后莱昂就被人们称为最强屠龙英雄 被人类视为是结束这千年人龙战争的唯一希望 只可惜这一切在遇到银龙女王后都变了 因为那一战莱昂不仅输了 还沦为了龙族的俘虏 或许是不甘意或是出于对恶龙们的愤怒 莱昂在这天竟突然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 起身后的他发现自己竟然身处在一个粉嫩嫩的房间中 这让他一时间分不清楚自己是否还活着 直到门口出现一个小女孩 一道软糯糯的声音问道你醒了 而这可爱的模样直接俘获了莱昂的少男星 天啊这也太可爱了吧 好想上手捏一下他那肥嘟嘟的小脸蛋 紧接着他开始了自我攻略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我对人类的贡献太大 所以死后才能直达天堂 而你就是传说中的小天使吧 说话间他将手指向小女孩 小女孩听得有点猛 因为妈妈没有教过他什么是天使 所以他并不理解莱昂的话 莱昂则是用宠溺的目光看着他 你好啊小天使 你叫什么名字呢 小女孩告诉他自己名叫穆恩 是最爱他的妈妈给他娶的 文言的莱昂一愣 虽然他无意冒犯 但还是忍不住的问到天使也有妈妈吗 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上帝直接捏出来的呢 穆恩一脸兴奋的表示自己不仅有妈妈 而且还有爸爸呢 这下莱昂就更加好奇了 连忙问到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然而等他听到对方口中 蹦出洛斯威瑟这四个字后 他整个人就湿花在了原地 同时他的内心忽然生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颤抖着手指向自己 你妈妈是洛斯威瑟 那我该不会是你的 不等他话说完 穆恩直接抢答 你当然是我爸爸呀 闻年的莱昂顿感情天霹雳 直接给他垫的外交里呢 你怎么能是我和洛斯威瑟的孩子 我可是一个屠龙者呀 此刻的莱昂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龙女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洛斯威瑟清朗的声音 死渣男 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肯认了吗 穆恩在看到来人是妈妈后 便摇着小尾巴开心地扑进他的怀里 妈妈妈妈 爸爸他终于醒了 洛斯威瑟将目光对上莱昂 打去到你终于肯醒了呀 我还以为你要当负心汉 抛弃我们母女俩呢 看到洛斯威瑟脸上露出笑容 穆恩也非常的开心 妈妈很爱爸爸的 因为妈妈每天都会来看望爸爸的 听到这话的洛斯威瑟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是啊 妈妈可是非常爱爸爸的 每天想的都是爸爸能早点醒来 毕竟他不醒来我怎么疼爱他呢 莱昂气得咬牙切齿 你这鬼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你口中的疼爱怕不是要把我骨灰都养了吧 洛斯威瑟俯身宠溺地摸了摸穆恩的小脑袋 小穆恩乖 自己先出去找龙哥哥和龙姐姐们玩 妈妈有话想和你爸爸单独说 在送走女儿后 洛斯威瑟用龙尾砰的一声就将门给反锁了 随即他快步来到莱昂的身前 怎么样你喜欢我给你生的女儿吗 莱昂被吓得连连后退 穆恩真的是我的女儿吗 你明明应该对我恨之入骨才对 为什么要把孩子生下来 又为什么要救活我呢 此刻他的脑子已经乱成一团 完全分不清现实与谎言了 洛斯威瑟冷笑一声 你以为沉睡两年就能让我放弃对你的仇恨吗 两年前你对我做的事我可是记忆犹新的 当初你敢做出那种违背人德的事 那我今日也要违背龙德好好惩罚一下 此话一出来昂是又愤怒又害怕 他现在实力还未恢复 根本就不是银龙女王的对手 女王陛下人龙殊途势不两立懂不懂 当时情况特殊 我以为自己死定了 所以才会对你做那种事 不然我才懒得碰你 毕竟碰一下你们龙族我就觉得恶心 听到这话的洛斯威瑟立刻将脸凑了过去 你的意思是说 碰我对你而言是一种折磨了 莱昂表示那是当然 不仅碰你让我感到恶心 就连看你一眼我都反胃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银龙女王的尾巴就缠绕住了他的小腿 紧接着用力一抛 莱昂顿时失去重心跌落在了床上 而接下来便是银龙女王的复仇时刻 只见他先是哗啦一声撕掉莱昂的衬衣 随后他的手上浮现出专属于银龙王的龙文 也不管莱昂骂的多难听 反抗的多激烈 洛斯威瑟手指轻轻一点 就在他的身上刻下了这道龙文 莱昂这就是我对你的复仇 被刻上这道龙文的你永生永世 都是我的接下酒 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再离开我 因为当你的人类同胞看到你身上的龙文时 你猜他们会认为你是伟大的屠龙英雄 还是投靠龙族的叛徒吗 此刻莱昂正在忍受着龙文所带来的痛苦 他不理解洛斯威瑟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要知道每条龙只有一次刻画龙文的机会 而银龙女王的龙文对于龙族而言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是无数龙王都渴望得到的印记 你还不明白吗莱昂 龙族对于复仇是偏执极端的 我要你一辈子都活在这份耻辱中 接下来你就好好迎接我银龙女王独有的复仇吧 崩毁了银龙女王的清白后 莱昂就发现自己快要受不了了 只赢银龙女王的复仇实在太过疯狂 不仅趁他昏迷时给他生下一个小龙娘 还强行把他从屠龙永世变成了龙气势 一想起昨晚那些非人般的折磨 莱昂就愤怒地捏紧了自己的小拳拳 可恶的洛斯威瑟我绝不会向你屈服的 想把我变成你的王物想都不要想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女仆的欢笑声 今天女王陛下的心情好像很好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女王陛下的丈夫昨天突然醒来 昨晚你是不知道龙宝的动静有多大 莱昂通过偷听女仆间的谈话 得知洛斯威瑟居然对外宣称自己是他的丈夫 这让他不禁有些害怕 难道这封匹母龙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吗 可他的战斗力实在有点猛 跟他在一起的结局必然是变成一具干尸 他可不想这么窝囊地死掉 于是莱昂当即开始谋划起了该如何逃离龙宝 来到城门口后 他发现此处的守卫非常细薄 只有四个龙族护卫 虽然以他现在的实力是可以解决掉这四条龙的 但闹出来的动静势必会惊扰到洛斯威瑟 就在他头疼该如何悄无声息地完成逃跑大计时 余光却不经意间瞄到了一旁的洞口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狗洞 对此莱昂感到很疑惑 因为在他印象中龙族好像没有养狗的爱好 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还是扒开了洞口前的杂草 莱昂发现这个狗洞特别的大 刚好能容下一个成年男子通过 看起来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这陷阱未免也太明显了吧 但此时的莱昂已经管不了这么多 他只知道自己再不逃走的话 就会被洛斯威瑟用各种非正常的手段折磨到死 所以就算明知这是个陷阱 他也要强闯出去 随后莱昂开始手脚并用地钻起了狗洞 白白的风批母龙 至于那个叫木恩的小龙娘 虽然很可爱 但也只能当分手费补偿给洛斯威瑟了 毕竟木恩身上的龙族特征太明显 不可能带他去人类社会生活的 殊不知莱昂刚刚的一切行动 都被趴在栏杆上的木恩看在眼中 妈妈你快看 爸爸好厉害在钻狗洞里 小木恩一脸激动地指着远方的城墙 而晒着日光浴的洛斯威瑟轻笑了一声 那我看见了 是挺厉害的 小木恩开心地捏了捏自己的小圈圈 那妈妈你什么时候去把爸爸捞回来 木恩还想跟爸爸一起玩吗 洛斯威瑟俯身用食指抵住了木恩的小嘴巴 对爸爸不能用捞回来这种词哦 这样会显得我们小木恩很没礼貌呢 木恩歪歪头一脸的不紧 那头母龙应该追不上来了吧 莱昂回头看了一眼深厚 他是真的怕洛斯威瑟追上来 可怕什么就来什么 只听远处的风中突然响起一声嘹亮的龙音声 紧接着一只通体银白的巨龙便出现在了云端 洛斯威瑟 见状的莱昂把腿就跑 而银龙女王紧一瞬间就追上了他的身影 你倒是很能跑啊 莱昂 居然让我花了两分半才追上你 见这家伙还想跑 洛斯威瑟立刻用自己庞大的龙身挡住了他的去路 看着面前那如山峰般高大的身躯 莱昂不由地吞了一口口水 脑子一抽地说道 洛斯威瑟你冷静点 你的龙形态我可招架不住啊 银龙女王没有回答他 只是眼神冰冷地朝他露出锋利的牙齿 莱昂意识到自己刚刚的冷笑话 可能激怒到这条风踢母龙吗 于是开口问道 你终于肯杀掉我了吗 洛斯威瑟 想死可没那么简单 还有你就那么想回人类的地盘吗 可你回去又有什么用呢 你的胸口已经有了我的印记 没有人再会承认你是屠龙者了 莱昂也不甘示弱 表示做不了屠龙者 那我就做个普通人 总比被你每天折磨墙 故事抬居的家伙 愤怒的银龙女王挥动双翼 直接在现场掀起一阵狂风 紧接着一爪子将莱昂握在手里 随后他展翅直接冲向高空 放开我 你这头母龙要带我去哪里 银龙女王戏谑道 既然你这么想回去 那我就亲自送你回帝国 约莫三个多小时后 一人一龙来到了 帝国城外的一处高山上 随着洛斯威瑟龙爪一松 莱昂当场体验了一次高空蹦击 好在下面有大片树林做缓冲 他才不至于直接被摔成一滩肉鱼 可恶这个仇我记下了 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接着莱昂抬头看到了 下方亮着灯火的城镇 他没想到银龙女王 真的将他送回人类领地了 这时洛斯威瑟也幻化回了龙人形态 见到久违的人类城镇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跨过去 就可以回归人类世界了 但莱昂你是回不去的 哪怕他看起来竟在咫尺 洛斯威瑟的话音刚落 莱昂胸前的龙闻 便闪烁起了淡紫色的光 见状银龙女王缓步上前 忘了告诉你应有龙闻刻印的两人 当其中一方想与另一方打架时 龙闻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爱意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感觉到全身发热 心中有一种白掌挠心的冲动了吗 说话间 洛斯威瑟将自己的小手 打在莱昂的胸膛上 文言的莱昂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洛斯威瑟笑了笑 莱昂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要你在自己的家乡面前 明白什么叫耻辱 你的尊严从此刻起 将会被我永远踩在脚下 洛斯威瑟你以为这样 就能让我失去信念吗 莱昂愤怒的一把握住 银龙女王那只不老实的小手 你要是今晚铁了心的 要将我折辱于此的话 那我们两人今后 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 文言的洛斯威瑟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浮现出满是玩味的笑容 好啊莱昂 我等着你的不死不休 两分半后 莱昂生无可恋的躺在草地上哭泣 洛斯威瑟则是嘲讽到 你的表现由你嘴巴一半印就好了 当怎么也没想到 一向冷漠无情的银龙女王 背地里居然还是一个小傲娇 只因听到莱昂跟人类 介绍自己是他的妻子后 银龙女王便傲娇的 别过头去说再也不理你 原来就在刚刚 洛斯威瑟为了狠狠惩罚逃跑的莱昂 就让他在家乡面前 再一次地成为了龙骑士 事后洛斯威瑟一脸笑意地 整理起了身上的衣物 而身边不断冒出的小红星 代表着他对这次的人 龙大战颇为满意 看着躺在草地上 生无可恋的莱昂 洛斯威瑟心里瞬间 有了一个很棒又能报复莱昂的想法 他一脸坏笑地 用手指戳了戳莱昂的胸膛问道 莱昂你说我每个月 都带你来着探望老家如何 闻言的莱昂被吓得连连后退 洛斯威瑟你的话让我觉得恶心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吗 不就是想着如何羞辱我吗 爱被你看穿了呢 银龙女王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只听刷的一声 银龙女王张开巨大的双翼 就要带莱昂回龙堡 毕竟家里还有小木恩 在眼巴巴等着他们呢 可莱昂却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堂堂屠龙勇士不要面子的吗 我才不要被你像猎物一样抓着回去 说完便自顾自地朝着龙堡走去 跟在身后的银龙女王呵呵一笑 你这家伙还真是嘴硬啊 靠双脚走到银龙圣殿 至少要花上个两年半 你如今那虚弱的身体受得住吗 莱昂没有搭理他 只是赌气般地向前走着 对此银龙女王也不气恼 反正他一头精力充沛的龙王 和一个虚弱至极的人类比耐力 无论怎样到头来赢的一定是他 而且他也挺好奇 这家伙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然不出他所料 莱昂在走了三里地后就累得气喘吁吁 走路都得扶着树才行 洛斯威瑟打句道 伟大的屠龙者你这么快就走不动路了吗 实在不行的话你其实也可以求我的 莱昂直接出声打断了他 谁说我走不动了 不就是区区龙堡的距离吗 现在的我走上二十个来回都没问题 坑浑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 面对洛斯威瑟无情的嘲讽 莱昂气得是牙痒痒 可他一时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来反驳他 莱昂却是十分激动 因为这些人说不定就可以帮他摆脱身旁的封屁母龙 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 因为他收到了身后银龙女王那和善的目光 这让他的身体忍不住一哆嗦 莱昂很确定一旦自己向屠龙军呼救 洛斯威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们 这时士兵们也注意到了莱昂那边的动静 二位这是迷路了吗 莱昂不想连累无辜人 于是联盟表示没有 我们只是在这闲逛罢了 听到这话的一位士兵下马朝他们走来 这山林可不是闲逛的好地方 危险种和野兽特别多 要不我们带你们一程吧 对了忘记向你们介绍 我叫沃克是帝国屠龙军第47小队的队长 说完他朝莱昂伸出了手 眼看银龙女王的脸色越来越黑 莱昂连忙白手表示不需要 说自己学过两年半的闪电五连边 对付几只野兽不在话下 可沃克接下来的话却让洛斯威瑟心中的锦灵大作 因为沃克居然说莱昂的样貌很眼熟 询问他是不是也在帝国屠龙军校里 洛斯威瑟立刻在手中凝聚起了魔法能量 莱昂见状赶紧握住他的小手 生怕他一冲动就杀了在场所有人 接着他还一把将洛斯威瑟拥入怀中 同时对着沃克说道 大人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我只是长了一张大众脸而已 就连我妻子也经常认错了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呢亲爱呢 此举倒是把银龙女王吓了一条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了 而会发生什么 于是笑着和他们挥手告别了 待屠龙小队彻底走远后 莱昂才如是重负的松了口气 你这家伙豆腐吃够了没有 说吧洛斯威瑟用龙尾直接推开了莱昂 而对于莱昂刚刚没有向人类求救的行为 他感到很满意 但对于莱昂说自己是他妻子的言论 洛斯威瑟却很气愤 莱昂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虽然给你生了孩子 但这不代表我就是你的妻子 文言的莱昂很是不屑 搞得我很想当你的丈夫一样 洛斯威瑟骂了一句死渣男后 就傲娇的别过头去不在里莱昂了 这时突然有一股强烈的刺痛感 从掌心蔓延至全身 顿时疼得莱昂呲牙咧咧嘴 原来是他刚刚强行握住洛斯威瑟手时 被灼热的魔法能量给伤到了手 而本就虚弱的身体 加上这次意外的受伤 莱昂再也支持不住的倒在了地上 看着陷入昏迷的莱昂 洛斯威瑟无奈的叹了口气 让你喜欢嘴硬还敢应接我的魔法能量 真想让你直接死在这里 但谁让你是我女儿的爸爸 再讨厌也只能宠着呗 随即洛斯威瑟气场全开 在现场掀起了一阵巨大的紫色气冷 幻化回龙身后 他第一时间就叼起了莱昂 随后轻轻一甩将他丢在自己的背上 接着煽动巨大的双翼就朝龙堡飞去 只是令莱昂没想到的是 他回到龙堡后就发现了小木恩非常的不对劲 因为他发现小木恩看自己的眼神变得非常冷漠 甚至还带有一丝敌对的感觉 刚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他与银龙女王的那次意外竟是一炮双翔 直接让洛斯威瑟给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只不过大女儿诺亚貌似非常讨厌他这个人类父亲 就在刚刚 因受伤昏迷两天半的莱昂终于在龙堡里醒了过来 他一睁眼就看到可爱的小木恩正趴在床边照顾他 小龙娘稚嫩的脸上写满了激动 爸爸你醒了 莱昂起身揉了揉头痛的脑袋 疑惑他是怎么回龙堡的 是母亲大人把爸爸带回来的 小木恩一边解释一边开心地摇晃着他的小尾巴 文言的莱昂满头黑线 因为他已经脑补出了洛斯威瑟是如何将他抓回龙堡的 可恶啊 难道我真的摆脱不了这头疯批母龙了吗 莱昂刚想低头查看伤势 却发现右手不知何时被人用绷带给包扎好了 难道这是洛斯威瑟做的吗 看来这头母龙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坏吗 正想着 可手却突然被小木恩牵起 从他那一脸求夸夸的表情中 莱昂知道自己想错了 他的手伤是自家女儿给他处理的 跟那头母龙没有任何关系 莱昂当即用出摸头杀 地脸宠溺地夸到小木恩最棒了 看着如此可爱的女儿 他不禁思考起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洛斯威瑟这头整天摆着一张臭脸的疯批母龙 到底是怎么生出这么可爱又温顺的女儿的 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木恩遗传了他优秀的基因更多 一想到这他便像个老父亲一样的道歉道 木恩你要答应爸爸 以后长大了可不能像你妈妈一样哦 整天凶巴巴的一看就不是一条好路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别玩什么人龙大战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站在门口的银龙女王给打断 女儿像我你是有什么意见是吗 吓得莱昂直接喷出一口口水 连忙别过头去表示没意见 你是孩子的妈妈你说了算 这时木恩举起莱昂的手再次露出球夸夸的表情 母亲大人 木恩按你说的办法已经帮爸爸包扎好伤口了 洛斯威瑟听后脸上没有撕好表情 只是冷冷的回应 做得不错木恩 莱昂本以为如此冷漠的话会让木恩伤心 却不料小木恩非但不难过 反而还十分高兴地说谢谢母亲大人 莱昂难以接受这么严厉的育儿方法 他觉得是时候该和这头母龙谈一谈了 他蹲下身宠溺地揉了揉小木恩的脑袋 爸爸陪你玩游戏好不好 你先去花园藏起来 爸爸数到一百就出去找你 小木恩开心地一口应下 好爷爸爸要陪木恩玩捉迷藏了呢 随后莱昂开始数起了一二三 小木恩一听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外跑去 眨眼间他人就跑没影了 随后房间里就只剩下莱昂与洛斯威瑟 莱昂率先开口问道 你对孩子是不是太严厉了点 银龙女王冷哼一声坐到床边 我们龙族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从小对孩子严格才能培养出强大的战士 可他又不完全是龙 我可不会让你这样对待我可爱的女儿 洛斯威瑟依旧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木恩他就是龙 而且可爱对于龙族来说是贬义词 莱昂听后立马开始了作死行为 你这么一说我发现你其实也挺可爱的 听到这话的洛斯威瑟眼眸翼了 他忽然起身将莱昂拽到面前 莱昂你少在我面前蹬鼻子上脸 你不过是我用来宣泄怒火的奴仆 面对贴自己这么近的银龙女王 莱昂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 他现在已经有心理阴影了 每次这条母龙凑得这么近时都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于是他立马认识 女王陛下刚刚是我说错了 你其实一点都不可爱 还有我答应穆恩要陪他去玩的 还请你冷静点 洛斯威瑟在他的耳边发出一声嗤笑 放心我现在没有羞辱你的打算 毕竟我可是银龙族的网友很多政务要处理的 只不过带娃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谁让女儿还挺喜欢跟你在一起的呢 而来到花园的莱昂越想越气 什么叫龙王不带孩子 说得好像我们屠龙者天生就负责带孩子一样 这时莱昂忽然看到走廊镜头躲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穆恩吗 这孩子果然还是太天真 以为躲在我身后就发现不了了吗 随即他转身一指 开心地说到找到你们的穆恩 可对方却投来了看傻子般的目光 让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莱昂发现这孩子怎么好像变得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看他的眼神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莱昂本以为可能是自己来泰湾让穆恩等着急了 所以才导致他生气的 刚打算开口道歉时 对方竟直接扭头就跑 无论他在后面怎么呼喊都不敢停下 就这样花园里出现了一人一龙你追我跑的画面 可莱昂终究还是太虚了 紧一个转弯就跟丢了对方的身影 此刻的莱昂很郁闷 他总算是知道洛斯威瑟为什么会把带娃任务交给他 因为小孩子的心情实在是捉摸不透了 虽然嘴上抱怨都不停 但他还是在找穆恩 恰好这时小穆恩也出现在他的身后 趁莱昂不注意 小穆恩一把就扑到他的背上 同时开心地喊到穆恩抓到爸爸了 而看到女儿态度转变如此之大 莱昂忍不住地问道 你刚刚不是才从我前面跑过去吗 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穆恩大大的眼神中满是疑惑 爸爸你在说什么呢 穆恩一直躲在花园里 但爸爸一直没来找我 所以我才主动出来找爸爸的 莱昂一愣 难道刚刚是我看错了吗 可恶的洛斯威瑟都给我压榨出幻觉来了 可莱昂不知道的是 他与小穆恩开心玩游戏的时候 身后一直有一只小龙娘在盯着他们 而他正是莱昂的大女儿诺亚 只不过从他紧捏着的小拳拳不难看出 他非常讨厌莱昂这个人类爸爸 大女儿诺亚对他的敌意居然会这么深 不仅当众嘲讽他是一只不行的戏狗 甚至还怀疑他的爸爸身份 原来就在莱昂被银龙女王要求去陪穆恩玩耍后 他便带着小穆恩在花园里画起了画 虽然在龙宝的生活对莱昂来说是种折磨 但好在有穆恩这个小天使 可以治愈他那受伤的灵魂 然而一想到洛斯威瑟那头母龙 他就将拳头捏得咔咔作响 乖女儿你放心 迟早有一天老爸会带你逃离那头母龙的魔爪 就在这时小穆恩举着画一路小跑来到了莱昂的面前 爸爸你快看 这是穆恩画的全家福 那穆恩最棒了 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 可等莱昂接过画后他却直接愣住 他们明明是一家三口 可画面上为什么会有四个人呢 他指着其中的一个小女孩问道 乖女儿这个小孩是谁啊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全家福里 小穆恩解释这是姐姐啊 难道爸爸你没有见过姐姐吗 文言的莱昂顿时就猛了 穆恩什么时候又多出个姐姐了 很快莱昂就意识到了二人应该是双胞胎 那也就是说当初的那场意外不仅是一发入魂 而且还是一炮双响 想起刚刚花园里碰到的那个孩子 莱昂就感到十分懊悔 我竟然叫错了大女儿的名字 难怪他会那么生气 见老父亲如此伤心 穆恩连忙开口安慰爸爸你别难过了 我觉得姐姐不是在生气呢 他应该是刚见到爸爸有些害羞 文言的莱昂也在心里安慰起了自己 自己确实没和大女儿见过面 他见到自己会跑也很正常 随即他将目光一向不远处的银龙圣殿 说到底这一切还是得怪那头母龙 居然敢瞒着他不让他们妇女相认 随后画面来到银龙女王的书房 此刻他正在处理着银龙族的政务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银龙女王刚抬头准备查看 就见莱昂砰的一声撞开房门 嘴中还大喊着洛丝威瑟 莱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不是让你去陪穆恩玩了吗 难不成是你寂寞又想当龙骑士了 莱昂听后不屑地呸了一声 母龙你的思想是真肮脏 脑子里就不能想点别的吗 我这次来是问你还打算瞒我多久 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有一个大女儿 文言的洛丝威瑟淡然一笑 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莱昂被他这无所谓的态度给气坏了 愤怒地吼道母龙骑士我还得感谢你 毕竟生孩子是个辛苦活 而你却直接为我生了两个 为了向你表示感谢 等我回到帝国后 我一定将你洛丝威瑟的名字 写进我家的祖母 银龙女王听后脸色一沉 随即便笑着说道莱昂你成功了 你这句话确实恶心到我了 不过你就不好奇我 为什么不告诉你大女儿的存在了 这还有为什么吗 不就是你嫉妒我和诺恩那么亲近 故意不让诺亚来见我这个爸了 银龙女王听后面色凝重 莱昂你就这么着急见他吗 这一话谁不想跟自己的女儿见面呢 我看你就是害怕我抢走诺亚 毕竟我跟你这头冷酷无情的母龙不同 我的父爱可是实打实的多 银龙女王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坏笑 莱昂既然你那么想见大女儿我满足你 但希望你到时候还能和现在一样嘴银 很快时间来到傍晚 此刻莱昂正在厨房里做菜 他打算通过美食拉近与大女儿的距离 洛斯威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如何俘获诺亚的心的 他看了一眼锅里的奶油炖肉 莱昂很有信心能拿下大女儿 毕竟他以前在屠龙军时 就经常做这道菜给小朋友吃 而吃过的小朋友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 并想到待会小诺亚那崇拜的眼神 莱昂就飘了 很快时间来到饭点 银龙女王牵着两个女儿就来到了大厅 他对两名负责饮食的女巫吩咐道 今天的晚宴你们就不用在旁边候命了 去休息吧 恰好这时莱昂端着炖肉走了出来 你们来得正好 快来吃饭吧 闻到肉香的小穆恩当即就朝他跑过去 爸爸好香的味道 你是不是有给穆恩做最喜欢的炖肉和牛排呢 莱昂笑着表示当然 只要是你们想吃的爸爸全都给你们做了 说完他自信地朝大女儿看去 可小诺亚却是一脸嫌弃地将头别过去 嘴里还小声地说了一句白痴 莱昂有点猛 这怎么和他想的剧本不太一样啊 随即他瞥了一眼正在坏笑的洛斯威瑟 可恶一定是这头母龙搞的鬼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弃 这时洛斯威瑟对着小诺亚说道 这是你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母亲大人 只见小龙娘双手插腰傲娇地走到莱昂的面前 你好我是银龙女王洛斯威瑟的长女 我叫诺亚K梅尔科威 今年一岁两个半月 文言的莱昂立刻蹲下身想跟他握手 你好呀诺亚 我叫莱昂卡斯摩德 是你的爸爸 不出意外小诺亚依旧是很冷淡 敷衍地回了一个欧后便不再和莱昂说话了 莱昂被这冷暴力给折磨得快要受不了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嫌弃我啊 见气氛有点尴尬 小穆恩连忙拽住诺亚的衣袖小声道 姐姐你能不能多说点话 别让爸爸这么尴尬呀 莫恩你真的确定他是我们的爸爸吗 他看起来超弱的嘞 妈妈作为银龙女王真的会找这种系统吗 这扎心的话犹如一只只利剑只插莱昂的心窝 此刻他终于明白洛斯威瑟那句 希望你到时候还能和现在一样嘴硬是什么意思 因为眼前这只傲娇的小龙娘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大校女啊 多女王怎么也没想到 一向被自己按在地上摩擦的莱昂 居然敢打着征服龙族的名义 直接在厨房里启动了他的银龙龙文 说什么也要和他玩一场紧张刺激的厨房之战 原来在莱昂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大女儿后 他便打算利用这次家庭聚餐的机会拉近和小诺娅的关系 可在餐桌上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因为他发现这个大女儿不仅偏向他妈妈 甚至对他这个爸爸还带有强烈的敌意 此时看着正在切牛排的大女儿 莱昂连忙询问他今天的饭菜好吃吗 如果好吃的话爸爸天天给你做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小诺娅一脸嫌弃的说道难吃 而这两个字就像两只利剑一样 狠狠扎进了他这个老父亲的心里 看到莱昂如此吃饼 银龙女王没忍住当即就笑出了声 见状的小木恩很好奇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妈妈笑得这么开心 于是他开口问到母亲大人 您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银龙女王笑着告诉木恩 当然是因为爸爸呀 爸爸好不容易才见到心心念念的大女儿 看到他这么开心 我自然也开心了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莱昂 你怎么不笑了呀 莱昂很想掐死这头幸灾乐祸的母公 可他又不敢在女儿面前表露情绪 只能大笑到哈哈哈哈 我现在开心的都快要死了 而见爸爸这么的开心 小木恩立刻举手提议那以后 我们都一起吃晚饭好不好 莱昂很想拒绝 他可不想每顿晚饭都对洛斯威瑟考打 但他又不想伤木恩的心 就在他犹豫之际 小诺亚直接开口拒绝了这个提议 文言的木恩很疑惑 姐姐你为什么不想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诺亚表示他要去圣西斯学院的幼龙埔 没空跟你们一起吃饭 对于诺亚的想法 洛斯威瑟不是很赞同 因为去圣西斯学院最小的幼龙也有四岁 而诺亚现在只有一岁两个半月 对他来说实在是早了点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入学呢 小诺亚表示他最讨厌屠龙者 他想早点学本领好早点去揍屠龙者 这话差点没把正在吃饭的莱昂给噎死 好好好 没想到你的梦想居然是揍你的老父亲 你可真是一个大笑女 为了避免以后真的出现父慈子笑的画面 莱昂本想用屠龙者很强容易受伤这个理由劝退诺亚 却被傲娇的小诺亚骂了一句白痴 别把我当小孩 我可没有你那么弱不禁风 而得知女儿真实想法的洛斯威瑟也不再反对 诺亚你说的不错 越早学到本事就能越早做屠龙者 所以我支持你去圣西斯学院 说完他把目光移向一旁的莱昂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莱昂 还是说你要强行阻止诺亚去圣西斯学院 而这话直接将莱昂架在了火上炕 如果同意的话 他就是背叛了屠龙者的信念 可不同意的话 就会让诺亚更加讨厌他这个父亲 最后他在深思熟虑下选择了同意 毕竟没有什么比女儿更重要 此刻看着应计谋得逞而微笑的洛斯威瑟 莱昂算是知道了 这头母龙就是想利用诺亚在这顿晚餐上 对他进行精神打击 这时又听洛斯威瑟开口道 诺亚你爸爸在理论知识这方面可是很厉害的 所以之后的入学测试 你就要麻烦爸爸帮你了 听到这话的莱昂简直快要气疯了 母龙你还有完没完 我都答应女儿去做屠龙者了 你现在居然还想要我亲自教她 既然你喜欢这么玩 待会就别怪我让你体验一下屠龙者的愤怒 没过多久家庭晚宴便结束了 就在洛斯威瑟起身准备离开时 莱昂指着餐桌表示这些餐具都还没收拾呢 文言的洛斯威瑟一乐 你见过谁家女王会收拾餐具的 这些事情交给仆人来做不就好了 可夫妻间不就是得一起收拾家务吗 只有这样才会有一种家的感觉 接着他凑到洛斯威瑟的耳边小声道 你不是一直想在女儿面前 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吗 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 在看到小木恩那期待的眼神后 洛斯威瑟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 那我们就一起收拾好了 小木恩举手表示自己也想帮忙 可却被小诺亚直接给拖走了 木恩大人的是你别管 再说接下来的画面也不适合你看 之后洛斯威瑟围好了威裙 他询问莱昂两人应该如何分工 可莱昂却是呵呵一笑 女王陛下看来你早就把我的话给忘了 我在两年前就提醒过你 绝对不要跟一个经历过严格训练的最强屠龙者独处 话音刚落 银龙女王胸口处的龙纹就闪烁起了耀眼的紫光 莱昂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之前我因体力不知被你的龙纹玩弄于掌心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这话直接激怒了银龙女王 她一尾巴就朝莱昂的身体抽去 却不料被莱昂轻松挡下 而她更是反手就控制住了尾巴 随着她指尖用力一捻 银龙女王顿时发出一声令人误会的声音 紧接着她身体一软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莱昂你混蛋 此刻捏着尾巴的莱昂一脸嚣张 使不上力吧女王陛下 谁让你喜欢在我身上下龙纹呢 难道你不知道龙纹启动后 会让你们龙族的尾巴变得无比敏感吗 而现在被我捏住尾巴的 就是一只认我欺负的小母龙 随后她将脸凑到银龙女王的面前叫嚣道 女王陛下你现在的脸可真红啊 我记得你之前羞辱我时 说过你们龙族渴望征服 渴望掌控一切对吧 但我今天偏要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被人类征服 被人类掌控一切 女王陛下 接下来咱们可要攻守一行哦 女王与莱昂再一次玩起了龙骑士这个游戏 只不过这次双方攻守一行 莱昂成为了主动进攻的那一方 此刻看着瘫坐在地上的银龙女王 莱昂知道她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于是她一边揉捏着龙尾一边叫嚣道 母龙从我醒来那天 请你就把我视为消遣的王物 还将我的尊严狠狠地踩在脚下 今晚我也要让你体验一下那种感觉 一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是 洛丝微色又羞又气 莱昂你混蛋 你要是敢对我做出那种事 我保证让你生不如死 可已经上头的莱昂才不管这些 先报复了再说 恰好这时有两位女仆来到餐厅 也不知道女王陛下 她们晚餐后的恩爱时光结束了没有 刚开门二人就被眼前整洁的餐厅给惊呆了 这是亲王大人收拾的吗 她果然是一头顾家的功能 女王陛下也太幸福了吧 而两位女仆的谈话 全都被躲在杂物间的莱昂给听到了 没想到女王陛下 你还给我塑造了这么好的一个形象 那今晚我一定会好好爱惜你的 洛丝微色想要出声求救 却被莱昂一把捏住下巴 女王陛下我劝你最好不要出声 我破罐子破摔是不介意多两个观众的 但你应该不想被外面的女仆 发现她们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女王 如今却变成这般模样吧 此话一出洛丝微色瞬间不敢吱声了 她现在是真的怕莱昂敢做出那样的事 不久后两个女仆便离开了餐厅 我亲爱的妻子爱事的人都已经走光了 接下来就是人类对龙王的征服时刻 三天后 两只小龙娘看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莱昂很担心 姐姐 爸爸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 她这是死了吗 小诺亚表示事事不就知道了 说完直接一脚就踩在了莱昂的脸上 顿时痛得他嗷嗷直叫 看来还没死透呢 莱昂很生气 哪有女儿这么对爸爸的 见莱昂终于醒了 小慕恩十分的开心 转身就对不远处的洛丝微色喊道 母亲大人 爸爸又醒了累 此刻莱昂很疑惑他为什么又会昏死过去 洛丝微色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此话一出莱昂当即就想起来了那晚事 他记得自己在龙闻失效后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 莱昂感叹这母龙下手是真狠 要不是他身体素质强 换成普通人那一拳下去早就去见太奶了 这时他无意间看到了银龙女王的侧脸 他发现从这个角度看他长得还是挺美的 如果他是人类女孩 而不是一头两百多岁的母龙该多好啊 说不定两人还真能发展一下 见莱昂看得如此痴迷 小慕恩以为是爸爸睡傻了 但小诺亚却不屑地冷哼道 这家伙确实是傻了 只不过是看母亲大人看傻了 这时洛斯威瑟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头花 见状的莱昂赶紧将其捡起来 他要在女儿面前刷一拨好父亲好丈夫的形象 于是他第一时间就为洛斯威瑟佩戴上了头花 别说你戴上还挺漂亮的 听到这话的洛斯威瑟邪恶一笑 没想到你这家伙还挺细心的吗 说吧你对多少女人做过这种事 面对洛斯威瑟的讥讽 莱昂自然不会惯着他 当即表示小时候经常给师父家的驴书毛 所以熟练得很 而驴这个新名词触及到了小穆恩的盲区 于是他一脸好奇地问道 爸爸驴是什么东西啊 莱昂立刻摆出驴的模样告诉穆恩 驴跟龙差不多 都是两只耳朵一条尾巴的生物 他们觉得很 一不高兴就喜欢哼哼叫 就跟你妈妈一样 小穆恩听后立马抢答 那妈妈是剧驴对不对 文言的洛斯威瑟眼神一冷 直接给了莱昂一电炮 你要是再敢乱教女儿 我现在就让你变成剧驴 看到这一幕的小诺亚冷冷地说了句白痴 活该 小诺亚却是一脸嫌弃 我才不要他教呢 我自己会写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激动的穆恩给拽走了 姐姐你陪我去书房找好看的别好不好 穆恩一会要写好多的字 等两个女儿离开后 银龙女王告诉莱昂 今天她的姐姐会来银龙慎变 要求她一整天都不许离开婴儿房 文言的莱昂一脸坏笑 女王陛下怎么不让我也见见你姐姐啊 难道我这个丈夫就这么拿不出手吗 银龙女王在她的耳边呵呵一笑 莱昂认清你的身份 你现在只是一条入坠到银龙族的工龙 你还没资格见我的家人 但如果到了非见不可的地步 希望你能按我给你编好的身份演戏 否则下场你懂的 莱昂一口硬下 表示自己今天绝对不会离开房间半步 见莱昂如此听话 银龙女王转身就离开了 但莱昂又岂会真的乖乖听话 此刻她已经在心中开始盘算起了小九九 母龙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在你姐姐面前出宠 这个女子经过苏萍的培育 竟成了杀法果断的女杀神 原来在苏萍找到袁天成的同时 唐如烟这边已经追击到了夜斗基地市 被小骷髅击败的司徒与王家族长 此时正在亡命奔逃 王族长一想到小骷髅立马就惊恐道 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一连损毁了我三件替身秘宝来抵挡伤害 还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唐家怎么还藏有这样的底牌啊 司徒 这就是你特么说的唐家虚弱无力 一击可勤吗 司徒组长文言当即就怒对道 王夫 少来怨我 我的情报王显示唐家那妮子被绑架后 一直关在龙江基地市 不曾离开半步 王族长立马就炸了 你说绑架 那妮子的实力分明比以前精进了数倍不止 你管这叫绑架 就在这时 一道灵力的剑气骤然落到二人身旁 直接将整栋大楼给一分为二 司徒与王族长在躲开了之后不禁恼怒道 好灵力的剑气 我们大半主力折损在你们唐家呢 伤了根基 几十年内都不可能再掀起波澜 现在已经是你们唐家的天下了 为何还要苦苦相逼 尾随而至的赫然是唐如烟和小骷髅 只见小骷髅紧紧地护在唐如烟的跟前 持刀而视 唐如烟则一脸默然地居高灵下道 二位组长 先前还放话要灭了我唐家满门 这就不记得了吗 话音刚落 唐如烟就骤然甩出手中的秘宝骨剑 经过心力加持 骨剑立即就以极快的速度击射而出 这一剑实在是太快了 王组长猝不及防瞬间就被击中 接着就爆发出一阵惨烈的哀嚎 王组长的手臂直接就被切断 身负重伤 王组长再也躺不住了 摔倒在地后他不禁怒骂一声 该死的臭娘们 而唐如烟在接住回旋的骨剑后立马就冷声道 这一剑是替家媚还你的 接下来是其他族人的 此话一出 哪怕王组长是九阶巅峰强者 也不禁露出惊恐之色 接着他就朝一旁哀求了起来 心力射线就骤然射穿了他的大腿 心力枯竭 大腿受伤 王组长好不容易才爬起来的身影再次摔倒在地 而继伤王组长的司徒立马就冷哼一声 我会抚养好你的家人 跟他们说你是英勇牺牲的 王组长文言瞬间就炸了 司徒老贼 你居然卖我 老子跟你没完 就在这时 唐如烟的身影骤然轰落 直接一脚将他的脑袋给踩爆 接着唐如烟就望向司徒冷声道 司徒组长和他的族人 还有你的族人 都会一并陪你上路的 这个女子只是被小骷髅给贴了一下 没想到就完成了兽魂附体 战力更是飙升到了传奇境 就在刚刚 唐如烟一脚秒杀王家族长 并且扬言要将司徒家也一并灭掉 而司徒族长在被唐如烟追了一路后 忽然在一座城堡上停下了脚步 接着他就发出一声冷哼 还好我留了一只暗卫 穷寇莫追都不知道吗 都给我出来 话音刚落 身后的城堡内就不断有人引飞出 无一例外全都是拥有封号及实力的战宠师 而小骷髅却完全不为所动 依旧呆呆地站在唐如烟的面前 而尾随的唐家族人也发现了王家族长的尸首 是少主干的吗 好兄弟的杀法 不敢想象少主在龙江究竟受了怎么样的训练 唐如雨却发现了异常 不对劲 怎么只有王家一具尸体 刚才在战场上没有看到司徒家出动轻信部队 很可能留了一手 姐姐要是遇上他们的伏击就糟了 唐族长也意识到了严重性 践踏在脚下 恐怕一时冲动会做出什么傻事来 与此同时 司徒家的封号暗卫们 也都开始纷纷召唤出了各自的战宠 这些战宠无一例外全都拥有着九阶以上的战力 而司徒族长也终于硬气了起来 给你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 若敢踏进我司徒家一步 老夫就算豁出这条老命 至少也要把你拖下地狱 面对如此场面 唐如烟立即就握紧骨剑深吸口气 正合我意 那就来战马 接着他就忽然弯身朝小骷髅示意 小骷髅 快藏进影子里 小骷髅文言顿时就一脸猛逼地望向唐如烟 而唐如烟则头也不回道 接下来是我的私人恩怨 我不想你因为我的任性而受伤 但小骷髅却没有听从他的话 而是开始悄然解体 在被那层漆黑的骨骼包裹住身体后 唐如烟立马就感到一阵错愕 接着他的意识就来到了一处虚无的空间 面前出现了几个技能提示矿 望着眼前那堆属于小骷髅的技能 他不禁面露震惊 这是呢 还有这是什么 而小骷髅的意识忽然出现在提示矿旁边 不断指着乱星轮回刀 唐如烟见状连忙试探性的询问 是要我点他的意思吗 在得到小骷髅的确定后 唐如烟这才点击了乱星轮回刀 下一秒 唐如烟的身上就骤然出现一股滔滔魔器将其包裹在其中 形成了一股汹涌的魔器龙卷 半空中的司徒组长剑状立马就当场吓尿 好强大的亡灵气息 这是怎么回事 随着魔器消散 已经完成了受魂附体领结型的唐如烟骤然亮相 他手中赫然多出了一柄蕴含磅磅磅的长剑 浑身被漆飞的骨铠所包裹 一袭长发飘飘宛落从深渊中走出的沙神 这下司徒组长彻底被惊呆了 是合体 唐家的那逆子竟然是传奇极战宠师 红龙女王只是想拿狱卒去羞辱一下莱昂 却意外发现了他变态的小癖好 只因这家伙不仅对着他的脚露出一脸是憾想 甚至还直接一口大白牙砍了上去 原来就在莱昂对洛斯威瑟说出那句 难道我想你也有错吗后 他便发现自己居然对母龙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这简直是他屠龙生涯的污点 于是他狂扇自己两个大逼动 试图让自己恢复理智 随后又回房间继续指导起了两只小龙娘学习 很快时间来到深夜 拜访完妹妹的红龙女王也准备回家了 但在临走之前还是很想见一面来 他很好奇这个男人究竟有什么魅力 居然能让自己高傲的妹妹为他刻上龙纹 可洛斯威瑟显然不想让二人见面 只见他一个劲的挥手催促道 姐你再不回家的话天都要亮了 至于你想见我丈夫 等他身体恢复好后我第一时间带他去拜访你 文言的红龙女王也不再抢求 只是表示下次一定要让他见见妹夫 说吧便带着两名龙士直接离开了银龙圣殿 在将姐姐送走后 洛斯威瑟就要回房间教训莱昂了 因为只要一想到早上那射死的画面 他就恨得咬牙切齿 可恶的屠龙者居然敢对我做出那种事 今晚你就等死吧 从一时间房间里的莱昂狠狠打了一个喷嚏 该死肯定是那头母龙在骂我 看着床上已经睡着的两只小龙娘 莱昂便打算赶紧离开这里 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洛斯威瑟 在为小穆恩和小诺亚盖好被子后 他便捏手捏脚地退出了姐妹房 可就在他关门时 一只纤细的小手啪的一声就拍在了门上 屠龙者你这是想去哪呢 莱昂转头就看到了面色冰冷的洛斯威瑟 他知道这是母龙来找他报仇了 没 没去哪 我正要回房间休息呢 你姐姐已经走了吗 洛斯威瑟没有搭理莱昂的话 只是坏笑着表示 既然你早上想我都想到龙文发作 那我作为妻子今晚肯定要奖励你一下呀 随后也不管莱昂愿不愿意 拽着他就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片刻后莱昂端来了一盆洗脚水 母龙原来你刚刚说的奖励是这个 你早说嘛差点吓死我了 要是没什么其他事的话 我就回去睡觉了 但洛斯威瑟怎会这么简单地放过他 他伸出狱卒叫住莱昂 屠龙者谁允许你走呢 今天本女王走了一天累得很 今晚就奖励你帮我洗脚吧 莱昂听后一脸猛 母龙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我莱昂今晚就是死也不会帮你洗脚的 洛斯威瑟的狱卒 并为他脱下高跟鞋 爱没想到我堂堂最强屠龙勇士 有朝一日竟然会沦落为母龙的洗脚布 看着手中的这只狱卒 莱昂感叹到这臭脚不知道 踩杀过多少屠龙军的尸体 殊不知这只脚等一下就会让他愈先愈死 见莱昂一直盯着自己的脚在看 洛斯威瑟的小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这家伙该不会是有什么恶心的癖好吧 吓得他刚想收回脚时 莱昂却突然一用力 质问他是不是在故意报复自己 莱昂笑着表示那是当然 谁让你要我帮你洗脚的呢 见这家伙居然还敢如此的嚣张 洛斯威瑟当即就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只见他将原先踩在胸膛上的玉祖 不断沿着小腹下移 最后精准制导重重一脚踩在了他的小莱昂上 疼得莱昂满脸通红 该死的母龙下脚怎么这么没亲没种 可为什么这种感觉会让他又耻辱又舒服呢 见状的洛斯威瑟直接加大了脚上的力度 他倒要看看这个嘴硬的家伙 今晚能不能坚持两分半的时间 眼看这头母龙的攻势越来越过分 莱昂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 否则屠龙者的脸都要被他给丢光了 于是他奋起反击 伸手一把就拽住了洛斯威瑟的脚踝 嚣张道母龙今晚感谢你的家餐 毕竟我猪蹄牛蹄羊蹄都吃过 唯独还没吃过龙蹄呢 随后在洛斯威瑟震惊的目光中 莱昂直接一口大白牙砍了上去 此刻他只想说这味道嘎嘎香 下一秒洛斯威瑟痛苦的哀嚎声 就响彻了整个龙堡 莱昂你个混蛋我要杀了你 次日清晨 两只小龙娘刚起床 就看到了奇怪的爸爸妈妈 小木恩看了看洛斯威瑟又脚上的绷带 好奇地问道 妈妈为什么你走路的时候要一蹶一拐的 接着又把目光一向被打肿脸的莱昂 还有爸爸为什么你的脸上会轻一块子一块的呢 见二人都不吭声 小木恩只能自己转动小脑瓜开始思考 随即激动地举着小手表示 木恩知道了 你们一定是瞒着木恩做了什么好玩的游戏 木恩也想一起玩 听着妹妹天真的发言 一旁的小诺亚简直是无语了 你要不要这么单纯啊 他俩那种游戏是我们能参与的吗 东女王终于掏出了他的爱情小玩具 看着昔日和自己并肩屠龙的黑金战车 莱昂感叹我的好兄弟 你怎么堕落成那头母龙的形状呀 原来就在莱昂肯玩洛斯威瑟的狱族后 就被对方要求一起去花园散步 毕竟你也醒来一段时间了 于是就这样 两人在银龙圣殿的花园里一前一后地走着 只是那氛围有点感人 这时两个路过的女仆看到了这一幕 你快看女王陛下和亲王大人在约会呢 他们真的好恩爱我 可其中一个眼尖的女仆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她总感觉这两人的状态像是彼此不太熟的样子 而两人犹如陌生人般的散步行为 被躲在树后的两只小龙娘尽收眼底 小木恩吐槽爸爸真的好恩 连钱小手都不会 实在看不下去的 她决定出手去帮助一下莱昂 小诺亚想要阻止妹妹别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 但话还没说出口 小木恩就蹦蹦跳跳地冲了上去 爸爸和母亲大人原来你们在这样 看着朝自己飞奔而来的小女儿 莱昂疑惑木恩你怎么跟过来了 你不是应该跟姐姐回姐妹房玩去了吗 趁二人一个不注意 小木恩直接伸出双手牵住了他们的手 然后朝中间一使劲 直接让二人牵手成功 小木恩告诉他们散步要一起牵手走才对 做完一切后 她一路小跑的就离开了此地 对此莱昂有点猛 这小龙娘是从哪学会的这些知识 自己明明就没教过她这些啊 回到树后的小木恩被小诺亚捏着小脸教育了一顿 乌乌木恩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姐姐你快松手 木恩的脸好痛 而被小女儿这么一牵手 两人都有点不知所措的脸红了起来 莱昂表示这有些出乎意料呢 现在该怎么办 洛丝威瑟羞涩地表示这既然是女儿的愿望 那就这样牵着吧 看着爸爸妈妈一直牵着手没有放开 两只小龙娘都很开心 这时莱昂突然询问洛丝威瑟 你不觉得女儿们跟你不太亲近吗 毕竟木恩和诺亚在你面前都是称呼你为母亲大人 洛丝威瑟一脸的不解 这有什么问题吗 莱昂解释按照正常的叫法 爸爸应该是和妈妈配套使用的才对 木恩一直叫我爸爸却叫你母亲大人 你不觉得这样的称呼显得他们跟你很疏远吗 傲娇的洛丝威瑟小声问道 母亲和妈妈差别真的很大吗 那当然 不如试试让他们对你的称呼换成妈妈 我保证他们肯定会比现在更亲近 洛丝威瑟没想到莱昂会这么替他着想 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我明白了下次会是是的 而他为了掩饰心中的尴尬 拽着莱昂就朝圣殿外跑去 期间他询问莱昂有没有想家 莱昂疑惑你干嘛突然问这个 反正你也不会放我回去的 洛丝威瑟笑着表示确实不会放你回去 但唯有一件东西应该可以还击你的思想之情 随后两人来到了圣殿后山的仓库前 看着面前宏伟的大门 莱昂疑惑这是哪里 洛丝威瑟表示爱你们人类的说法 这应该是女王的宝库吧 说着他转动钥匙直接打开了宝库 进入到房间后 莱昂被眼前的场景给惊呆了 母龙没想到你居然还是一条小富龙 他盯着货架上的物品两眼放光 光这只手镯就值几十万的金币 相当于我要涂两条半的龙才行 洛丝威瑟直接无视了他的职业病 他告诉莱昂那手镯是他祖母送他的成人里 而这个宝库里除了从人类那搜刮来的战利品 还放着一些对他很有意义的东西 听到洛丝威瑟说起他的祖母 莱昂好奇除了你姐姐 我好像就没听你提起过其他家人 你的父母呢 在听到洛丝威瑟说自己没有见过父母 是祖母带大他和他姐姐后 莱昂开心地表示原来你也是孤儿 我跟你一样也没有见过我爸妈呢 不过洛丝威瑟显然对孤儿这种话题不感兴趣 为了不让气氛变得尴尬 莱昂转移话题问道 你不是想送我一件能缓解思乡之情的物品吗 所以那东西在哪呢 随即洛丝威瑟立刻从宝库中抬出了一个大宝箱 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东西 打开宝箱后莱昂被里面的东西给惊呆了 因为里面放着的正是与他并肩作战十几年的老伙伴黑金战车 在听到洛丝威瑟要将这套铠甲还给自己时 莱昂激动得差点哭了出来 完全没注意到洛丝威瑟脸上狡黠的笑容 当他伸手想触摸黑金战车时 抬甲上瞬间亮起一道淡紫色的光芒 莱昂一眼认出了这是银龙龙纹的图案 我的好兄弟我还没被母龙给堕落 你怎么就先我一步被母龙给堕落了呀 此刻洛丝威瑟也说出了他的真实目的 那就是要请莱昂体验一下双重龙纹的感觉 狐龙者希望一会你能承受住那种快乐 莱昂怎么也没想到 双重龙纹带来的欢愉感居然会这么的强烈 不仅大大缩短了他当龙骑士的时间 甚至还被银龙女王贴脸嘲讽你这身体大不如前了呀 就在刚刚 莱昂在触摸黑金战车后发现上面居然刻有龙纹 于是转身愤怒地质问洛丝威瑟 母龙你对我的好兄弟都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堕落成你的模样 而看到莱昂气急败坏的样子 洛丝威瑟笑得非常开心 他告诉莱昂自己为了能和你玩点不一样的花样 所以特意在你的盔甲上又刻了一道龙纹 而你刚才的触摸正式启动双重龙纹的开关 莱昂大叫着卑鄙的母龙你居然敢算计我 我绝对不会向你屈服的 但他的身体在龙纹的效果下 已经很老实地半跪了下去 而莱昂越嘴硬洛丝威瑟就越兴奋 他捏住莱昂的下巴嘲讽道 我亲爱的屠龙者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双重龙纹 你确定你能承受得住这双倍的快乐吗 随后在莱昂愤怒的目光中 洛斯威瑟伸手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躺在地上的莱昂很想起身反抗 但他却绝望地发现 他的下半身根本就不受他控制 而且那种可怕的冲动感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 见莱昂已经准备完毕 洛斯威瑟也不磨叽 直接俯身贴了上来 莱昂你该不会以为 三天前在厨房里征服我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记仇吧 为了能让你放松警惕 好好地报复你 我今天可是装了一整天的乖乖女 怎么样 我的演技还不错吧 听到这话的莱昂又羞又气 让他成为龙骑士 他勉强还能接受 毕竟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如果今天对他说的都是假话的话 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他大声质问 洛斯威瑟你说你没见过父母 你会让莫恩诺亚叫你妈妈 以及还有牵手的是全是骗我的吗 面对莱昂愤怒的质问 洛斯威瑟笑着告诉他那些话都是真的 可这并不影响我接下来对你的复仇 我记得你之前说我喜欢征服来着对吧 呵呵你说的不错 我确实喜欢征服 特别是征服你这种人类最强的屠龙者 说话间他已经退去了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 看着洛斯威瑟那双迷离的龙筒 莱昂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但也只能在心中暗骂一声该死的母 你给我等着瞧 两分半后 他流着屈辱的泪水感叹 这次的羞辱终于是结束了 可看着身旁一脸意犹未尽 还一直用尾巴骚扰自己的洛斯威瑟 莱昂没好气地问道 母龙你还要干嘛 洛斯威瑟没有回答他 而是捏着他的脸感叹了一句 比起两年前你的脸上多了几分憔悴和沧桑呢 不过这样的你更有成熟的男人为了 莱昂一听就知道这母龙没别什么好批 于是赶紧转过身去表示你休想再玩弄我 我是不会再中你的诡计了 洛斯威瑟一边整理身上的衣物 一边说到你确实变聪明了 只不过你这身体可是大不如前了 说完便名嘴偷笑了起来 看着洛斯威瑟那嘲讽的表情 莱昂先是呆愣了两秒半 回过神后他的脑中只剩那句 莱昂你这身体大不如前了 每一个字都宛如一道惊雷 将他男人的尊严批的粉碎 啊可恶的母龙 你怎么敢这么嘲讽我的 隔天一早莱昂便被敲门声吵醒 他顶着两个熊猫眼将房门打开 才发现来人竟是洛斯威瑟和诺亚 可恶为什么来的是倔驴和他的倔驴女儿 我的小木温怎么没来啊 看到莱昂那虚弱的模样 洛斯威瑟立马嘲讽 有你怎么这副模样 昨晚是没睡好吗 这话把莱昂气得不轻 我为什么会没睡好你心里没点数吗 还不是因为你昨天说的那句话 文言的洛斯威瑟开心一笑 是吗 可我不记得了吗 而两人斗嘴的画面 全被一旁的小诺亚看在眼中 爱他们又开始争吵了 这时洛斯威瑟说明了来意 原来是因为圣西斯学院的入学测试很严格 所以他希望莱昂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能辅导诺亚的文化科知识 接着他凑到莱昂的耳边小声说道 毕竟你在那个方面实在令人失望 所以暂时也只能让你在其他领域发挥价值了 这句话把莱昂气得咬牙切齿 母龙你还说你不记得昨天说过什么 你羞辱我什么地方都可以 唯独不能羞辱我身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昨天我真的只是不在状态好不好 至于诺亚的测试 我一定会让他通过的 但同样的我也要借此 跟你换取一些等价的东西 对于莱昂的要求 洛斯威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只要你的要求不是放你回家 我都能答应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在将诺亚交给莱昂后 洛斯威瑟便转身回去处理银龙族的事物 但临走之前还是不忘嘲讽莱昂一句 亲爱的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可别太累哦 母龙你还有完没完啊 等洛斯威瑟彻底离开后 小诺亚询问莱昂你为什么又要跟妈妈吵架 莱昂表示我们没有吵架 这只是我们俩特有的交流方式 但下一秒他就发觉了不对劲 哎等一下诺亚 你刚刚是不是称呼他为妈妈而不是母亲大人 小诺亚点头轻轻的嗡了一声 文言的莱昂很激动 蹲下身就询问诺亚是他让你这么叫的是吗 还有你是喜欢以前的称呼还是现在的称呼呢 小诺亚害羞的表示更喜欢现在的 对于大女儿的回答莱昂很满意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更喜欢妈妈这个称呼的 小诺亚没想到这居然会是莱昂的主意 他先是微微一愣 紧接着立刻羞红了脸 爸爸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们了呀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自己小傲娇的人设 捧着龙族百科全书就往房间里跑 同时催促莱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学习啊 昂怎么也没想到 他为了恢复身体而炼制的不要龙大力 最后进成了银龙女王用来羞辱他的玩具 而他更是在这强烈的要效下 一个劲地恳求银龙女王给他生二胎 原来在莱昂承诺会帮小诺亚通过入学测试后 他便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待到了深夜 因为他要给大女儿制定合适的学习方案 可就在他头疼什么样的教学方式 才能完美适配诺亚那超强的学习能力时 耳边却忽然响起了洛斯威瑟调侃的声音 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呢 对于洛斯威瑟的到来 莱昂没有给他一点好脸色 因为一般母龙在大半夜找他准备好时 他冷冷地嗡了一声 表示自己正在给诺亚整理教案 因为他的领悟能力实在太强 普通的教学方式已经不适合他了 随后他又向洛斯威瑟表示感谢 谁让诺亚比较像我呢 听到这话的莱昂却是微微移了 他反问洛斯威瑟是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有了女儿向你的错觉 随后莱昂开始一一细数起了自己的各种荣誉 我不仅是鄙视和实战双第一的屠龙天才 在屠龙学院里更是奖学金拿到手抽金 而且只要是我参加的比赛 我全都是冠军 而我亲爱的女王陛下 你又是什么冠军呢 说完他用挑衅的眼神看向洛斯威瑟 洛斯威瑟则是被他呛得哑口无言 因为他确实没有料到莱昂居然是个学霸 他一直都以为对方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 不过他也不会给莱昂嚣张的机会 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可你怎么还是成了我的俘虏吗 此话一出莱昂瞬间破防 可恶啊虎落平阳被龙欺 洛斯威瑟却笑着嘲讽他 你这哪是被龙欺 分明就是被龙欺啊 就在这时桌上的辣椒引起了洛斯威瑟的注意 他询问莱昂拿这个东西要做什么 莱昂拿起一颗辣椒 表示这是他用来提神用的 洛斯威瑟本想告诉他 这黄辣椒是龙族专属的食材 不是你一个人类身体能承受的东西 但莱昂却先他一不一口咬了下去 果然下一秒他的脸瞬间红温 那变态的辣度更是令他当场喷 好啦好啦 我要水 这里有没有水啊 见莱昂在房间里四处乱窜找水喝的样子 洛斯威瑟直接用手捂住了他的脸颊 他别过头有些羞涩地说道 那个我的手比较凉快 这样应该能让你舒服点 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举动 令莱昂脸红不已 但他确实能感受到 洛斯威瑟的指尖冰冰凉凉的 而被他触碰过的地方很舒服 就这样享受了大概两分半后 莱昂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 洛斯威瑟才收回了手 此刻现场的氛围变得无比的尴尬 两人红着脸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最后还是洛斯威瑟率先打破尴尬 他傲娇地转身离开 同时嘱咐莱昂早点休息别再吃辣椒了 不然到时候把嘴落坏 可就只能用手语给女儿讲课了 看着洛斯威瑟离去的背影 莱昂发现自己竟然在晚戏 刚刚怎么没让他多摸一回脸 想到这他的身体就一哆嗦 莱昂你清醒一点 他可是那头把你骗到小角落疯狂压榨你 最后还说你身体不行的邪恶母龙啊 你怎么能对他起那种不该有的心思呢 随后莱昂翻阅起了龙族的遗书 他要尽快恢复自己的身体 因为洛斯威瑟的那句 你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呢 太棒了就是这个 次日一早 莱昂改好了诺亚刚刚做的测试题 满分一百 你猜猜你得了多少呢 小诺亚有点担忧地回到 五十 不 比你预计的还要高一些哦 莱昂开心地拿出一张写着62分的测试卷 但看着小诺亚气呼呼地捏紧小拳拳的模样 显然是对这个分数不满意 注意到这一点的莱昂意识到 大女儿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 本该像莫恩那样无忧无虑玩耍的年纪 他却主动提出要进入学校学习 虽然学的是揍他这个老父亲的本领 但抛开这个事实不谈大女儿确实是太优秀了 想到这莱昂便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 鼓励到你第一次就拿到62分 这已经很厉害了 面对莱昂突然地摸头杀 小诺亚瞬间红了脸 害羞地说了一句谢谢 可就在莱昂准备辅导诺亚这些错题时 他却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他捂住火辣辣的嗓子感叹着 龙族的辣椒也太猛了点吧 一晚上过去了嗓子怎么还是这么的闹 看到这一幕的小诺亚想起了早上妈妈的话 你爸爸昨晚好像在熬夜 给你制定什么学习计划 虽然他平时看着不怎么靠谱 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个学霸来着 随即小诺亚伸手在裤兜里摸索了起来 接着他将一盒龙侯宝地给了莱昂 诺这个给你 结果龙侯宝的莱昂一脸惊喜 询问道这是你送给我的吗 傲娇的小诺亚当然不会承认 嘴硬的表示这是妈妈送给你的 我只是负责拿过来 是吗 那帮我跟你妈妈说声谢谢啊 莱昂太了解这个大女儿了 这孩子跟洛斯威瑟一样的傲娇嘴硬 不过从送他龙侯宝这件事来看 他还是很在乎自己这个老父亲的 想到这莱昂便干尽失足 好我们继续学习吧 就这样父女二人的关系在不知不觉间又拉近了一步